至於主席好意 邀我加入中央選舉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因為我有可能是今年新北市市長參選的候選人之一 既然我有可能是候選人之一 又參與選舉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有求援兼裁判之前 這是不適宜的 再度謝謝子席的好運 有召開的請問 說國家軍如果貪窮會有辦法建築選人 還想要平臨這個市長嗎 其實我常講一句話 人才是國家的 既然願意為國家人民做事 市長都一定不但肯定 而且是鼓勵的 所以國家跟人民很超過打 更超過派 我從以前當警察到現在公職兴奮 都沒有所謂的國家權 都只有為國家人民做事 厭力付出的人 我也鼓勵年輕的朋友 勇於做自己去主辦 參加選舉 只不過落實公共議題 影響實現你的價值 只要有價值 厭力去做的年輕人 我不但鼓勵跟支持 更重要也希望他們有一天 能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這塊土地 做出好的成績 這才是我最大的厭望 市長想跟您招架 因為這個黨工 剛剛有通過選舉的民策 的立單裡面 您在其中 如果現在是傳說說明明 可能會有一個 不打算參加運作 那麼會跟我們講一下 公共的過程當中 跟您做什麼區別 身為一個黨員 又是一個直轄市的市長 在今年的選舉 我有責任 也有義務 要全心全力 為黨提名的獲選人來補選 讓他們打贏這一場險戰 我不但不會迴避 更會負起責任 全力負負 至於指席討議 邀我加入中央選舉 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因為我有可能 是今年新北市市長 參選的候選人之一 既然我有可能是候選人之一 又參與選舉提名委員會的委員 有求援兼裁判之前 這是不適宜的 再度謝謝指席的好運 我也全力有故 為所有的黨籍議員 在今年的選舉 盡最大的力量 讓他們贏得選戰 謝謝大家的關心 我一直講過一句話 國家人民很超過黨很超過派 我這一輩子 我這一輩子 從我當警察 跟警察弟兄打仗 生死已共 就沒有所謂的國家軍 軍隊是國家的 不是個人的 軍隊是為國家效命 不是為某個人效命 記得 這是我一輩子 在公職生涯裡面 最不想用這個方式 來貼我的標籤 我這輩子為國家人民做事 黨跟怕都擺在後面 大家要有這個想法 我有一座事光明磊落 願意為國家人民犧牲奉獻 如果您的價值跟我一樣 我們大家好好做事 追求你人生的夢想跟價值 而且願意為中華民國 為台灣這塊鼓勵犧牲奉獻 所以我還是重新的講一下 沒有郭家軍從我當警察 到現在的時候 帶領的部署同仁 包括現在的市府 所有團隊的夥伴 只有是國家的人才 只有願意為國家做事的人 我都給他們肯定跟鼓勵 我都給他們